词曲 李宗盛 看 愿意多多拼凑成 我们想要的模样 你归笑着对我说 你有着主向我 你一边弹琴 我一边唱歌 树上的鸟儿也在跟我们合 小小的人啊 在大大的银河 用光所连接 我们的快乐 这微笑的泪是幸福的 你每一次跳开我都记得 当我归归醉 你躲到我一层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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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里受伤了 不是我 是她 救救她 你们俩到底谁受伤了 她呀 我让你救她 听到没有 你知道我是谁 否则 医生 你怎么了 陈阳 是陈阳 白总讲教室 医生 我的头不严重吧 不严重 那怎么还让我住院啊 我得回学校了 你知道和我一起来的那个男生在哪儿了 我要找她 许医生 都包着好了 你就叫顾小婉吧 我叫许飞 是你们零零级的师兄 也是沈晨阳的好朋友 她跟我说今天太晚了 你这个样子回去不太方便 所以就在医院住一晚 原来是这样啊 师兄好 对了 师兄 沈晨阳她现在怎么样啊 她没事吧 我看她也没被打到哪儿啊 怎么就晕倒了 她没事 你不用担心 你呢 就把这儿当成宾馆吧 她当时睡一觉 钱就寄在沈少爷场上 好 咱俩休息 谢谢师兄 好 喂 左岸 你在宿舍吗 怎么了 你今天找我不是有事吗 我想来想去 还是不放心 你 不放心我 我 我小婉 左岸 你先说 左岸 其实我想 走 左岸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爸一直在那坐着等你下棋呢 相关系还得吃饭呢 我爸爸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不过去他就一直在那儿守着呢 快点出来啊 顾小婉 你刚刚说什么 是 是孙爱宁吗 是 你去他家了 我 我已经没事了 我真的没事 你真的没事吗 你今天怎么啰哩啰嗦的 顾小婉 你还想让我怎么说 你是不是觉得 我就是闯祸间打架王 非要有点什么事 才符合我的人设呀 当然不是 那就这样吧 我再见 我再见 爸爸您这可得小心啊 今天你不是说站在我这边吗 当然啊 我就是站在您这边 我给你加油 加油 快 帮我想想 过来吧 妈 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 妈您说什么呢 子安过来 当然是来看望您跟爸爸的呀 是的 阿姨 你 我爸特意叮嘱我说 好不容易考到医科大 一定要拜访您还有叔叔 还有 我看以后就没有这个必要了 请你转告左启明 以后我们两家 不要有这么多的来往 妈 您说什么呢 我说什么你不知道吗 哎呀 这小案子有一边好意 好意我心领的 但是我要明确地表明我的态度 这个家不欢迎你 我现在请你出去 妈 您太过分了 左爱 你不要理他 你先去我房间待着 子安宁 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呢 左爱 以后不要离安宁那么近 你知道我看见你们俩在一起 我的心里是什么感受吗 对不起阿姨 今天是我冒昧了 妈 左爱是我邀请过来的客人 您没有权利赶他走 左爱你去我房间不要理他 安宁 我改天再来看你 叔叔 那我先走了 小安 阿姨 对不起 妈 您干什么呢 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你快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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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看理 不叫马 我没想说话 人呢 你这爸爸妈妈 从小看着你长大 你们就像一家人一样 一起吃饭 一起开心 一家人熙熙整整的 你还让我说什么呢 顾小满 顾小满 你怎么下来了 我一个人待着有点无聊 你怎么穿这身衣服 你不会真的伤到哪了吧 严重吗 没有 我刚刚那身衣服上都是你的血 我就随便换了一身 那你早说呀 你怎么了 你不开心了 你有事吗 没事的话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你真不高兴了 你到底怎么了 你跟我说谁欺负你了 我帮你收拾他去 好歹我们两个也是一起打过架 一起流过血的 我打架 我流血 是 反正你救了我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从你救我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俩就不一样了 有什么不一样的 你先站起来 站起来 你干什么呀 这么简陋也不像是我的风格呀 好在此刻也是清风明月 周围环境也还不错 就让天帝给我做个见证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顾小满 我喜欢上你了 你又想玩什么呀 我不是都说了 你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我是认真的 我沈陈阳向来都是随心所欲 我的心脏说喜欢上你了 我就不会放过你 但是我说过了 我有喜欢的人了 你说左岸 你 你怎么知道 很难猜吗 你身边来来回回 就那么几个人 不是左岸 难道还是那个白痴脸展月呀 是 我是喜欢左岸 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喜欢他 以后也会一直喜欢下去 虽然他并不喜欢我 但是 我也不会改变的 左岸不喜欢你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突然发现 冲动 有点普通 还是挺有意思的词语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行 你现在可以喜欢左岸 没问题 但有一天 你绝对会爱上我 我说你这个人哪来的自信呀 我告诉你 我绝对不会喜欢上你 绝对不会 你会的 我不会 你会的 我不会 你会的 我 到晚上那别叫了 这里可是医院 都欺负我 都欺负我 你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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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怎么会在这里啊 来人啊 有没有人 快放我下来啊 你 你们是谁啊 快放我下来 朱莉娜 刘丹 你们 你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学了易容书啊 难读医科大学 最高解学 这么容 少说废话 昨才晚上你夜不归宿 到底去哪儿了 我夜不归宿 不说是吧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不不不不 我晕血 我真的晕血 你晕血 你晕血怎么会上医学院 你这个人的秘密未免也太多了吧 说 到底为什么上医学院 我 好 我们知道 你又是不会说的 不过你不说也没有关系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们总会知道的 来吧 咱们让他尝尝 易容树 你们干嘛 你又说了我 没 没有啊 你怎么又躺下来 今天第一次解剖课 赶紧吃上妹子呀 什么 今天就上解剖课 准备看课表吗 听说今天解剖课的老师 是一个又帅又年轻的帅哥 而且未婚 快点啊 不等你了 那个 就是 你们 难道上解剖课 一点都不怕的吗 不怕啊 为什么要怕 就是 是 血啊 你电视剧看多了吧你 咱们解剖课的试试都泡了多久了 怎么可能有血 一刀下去还有血 那是医院做手术 是吗 小马 你是晕血吗 没有 我就 随便说一说 她怎么可能晕血 她可是一把能把教官摔趴下的女战士 陰血 陰血 也对 陰血怎么可能来临床呢 那得多难受啊 不是难受啊 简直是找死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 就算没有血 那也是尸体啊 尸体 你们难道一点都不怕的吗 不怕 我只怕老师不够帅 尸体 我倒是有点畜 但是 听上一阶的学姐说 其实没有想装那么恐怖 就是味道冲了点 搭久了就习惯了 小马 你不用这么紧张 今天是理论课 实验课得到下正呢 我不紧张啊 我就随便问问 随便问问 大功告成 希望老师今天的颜值 得得起我这么精心地打扮 雷娜 我看 你才是女战士 好吧 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我爸 把我妈宠成了一个小公主 我妈什么都不会做的 有一年 我爸外调半年 我妈去杀鸡 差点把房子给拆了 最后 只好我把那个鸡给杀了 从此以后 我就免疫了 你们不许说出去啊 我这形象 杀鸡 我也会杀鸡 我啊 还帮忙杀过钟呢 那个血啊 我 我 那你赢了 你还会杀鸡呢 你比我弟还多了 好 同学们 今天的系统解剖学 我们主要先了解一下解剖学的历史 众所周知呢 解剖学呢 是涉及生命体结构和组织的 生物学分支体系 那么 除了动物解剖学和人体解剖学之外呢 它还可以分为 礼教解剖学组织学和人体解剖学 好 请大家看PPT 解剖学的这个基础介绍呢 我们先从公元二世纪古罗马的盖伦说起 盖伦就已经将动物解剖学 应用到这个人体上了 那么发展到现在呢 解剖学有百分之九十 已经应用到了人体身上了 你怎么了 树子上有东西摇你吗 我 我早上 吃多了 我想放屁 那你别在这里放啊 那怎么了 他说他想放屁 好了 请大家 把书翻到第二十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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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满 你跟我说实话 你不是吃坏肚子了 你是害怕上解剖课吧 我没有啊 我真的是吃坏肚子了 我都告诉你我杀过鸡了 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吗 你真的晕血啊 那你以前不是练散打的吗 你就从来都没有受过伤流过血 那种的没事 但是和医院相关的不行 那你这样的嘛 那你这也不是晕血啊 你会不会是心理上的问题啊 你又没有看过医生啊 是吧 我也不知道 那你这样怎么还来学临床呀 咱们除了解剖课 以后还有动物实验课呢 而且你这样以后怎么当医生啊 哎呀你就别问了 总之我有我自己的原因 我真的不能说 我早上就是那么随口一说 没想到还真用你这样来找死的 我不是诅咒你 我是真的担心你 我知道 你别担心了 我自己会慢慢克服的 我是谁呀 我是女债是吗 走吧 走 嗯 晕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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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嗯 这 什么 你真的晕血啊 很严重吗 那你怎么来学临床的呀 我 这个他不会说的 我已经问过了 现在重点是 下个星期的解剖实验课 怎么办 我这些天一直在找 克服的办法了 但这不是一两天就能找到的 所以下星期的课 来不及了 对对对 那怎么办呀 好吧 就听我的 死马当活马一万 首先 前一天吃好饭 睡好觉 看个电影 化个美美的妆 什么 总之 打起十二万发的精神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 隐藏自己 班上应该还有比较胆小的人 像徐东啊 出了名的胆小鬼 女生这个时候弱一点也很正常 你只要表现得不要太突出 应该可以平安度过 帮我拿着 听什么 你打赏 想用死态 乱世用重点 奇葩下午药 气味 细味 可以有效地刺激神经 让你不至于昏过去 只是会辛苦一年 我不怕 然后呢 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了 实验课是分组的 分组 什么分组 分组的事 应该是班长孙安宁安排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让我们三个分到一组 他来了 安宁 我们三个想分到一组 你怎么弄这么浓的冯油精啊 我 我感冒了 想睡觉 所以低几滴提提神 你这也不是个办法呀 你干嘛 你这样会不舒服的 想睡觉的话 擦一点就够了 我自己知道 你们三个和王成一组合吧 走吧 走吧 众所周知 解剖学是现代医学的起步和基础 是医学入门的基石 这些无私奉献出自己遗体的大体老师 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人 让我们先为他们默哀一分钟 好了 大家开始吧 我先来 你们没意见吧 哦 哦 没意见 顾小马你干嘛呢 你想先来呀 你别我抹啊 不用了 你先来吧 哎 我说你们搭把手啊 哦 哦 哦 顾小马 你 你 看我的手 小马 怎么了 怎么了 你们搞什么啊 我上了这么久的课 还第一次看见被风油精给熏晕呢 沈老师不是 不好意思沈老师 我们小马 有洁癖 洁癖 老师 我已经没事了 哦 那我去上课吧 哦 哎 福尔马丁能有多难分 文文就习惯了 以后去医院 到处都是各种药水位 你们迟早要习惯的 还磨蹭什么 要是别人 我就以为是胆小 不敢上解剖课了 你可是大名鼎鼎的顾小马啊 你们也赶紧回去上课啊 好的老师 怎么办 我们回去吧 顾小马 顾小马 你今天怎么了 什么时候有的洁癖啊 我没事儿 顾小马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情 打算自己硬扛了 我说过 有事儿找我 子安 快点进去吧 大家都在等你呢 我真的没事了 上课吧 走吧 快点进去吧 现在怎么办 没事儿 我就 我刚刚已经晕了一回了 这回的预值应该高一些 应该没事儿 嗯 加油 加油 好 怎么样 老小哥呀 太棒了 你们回来了 这胸箱打开了 就我一个人了 快看 厉不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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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小马 你的档案里 为什么没有提 你有这么严重的心理障碍 不算心理障碍吧 老师 我 其实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今天不太舒服 我是学心理出身的 你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我很清楚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你之前都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是不愿意告诉我 我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 老师 您给我一点时间 我自己可以的 如果你不愿意对我说 学校可以给你请 专业的心理辅导老师 不用了老师 我自己真的可以的 你知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以你现在这种情况 根本没有办法学习临床专业 如果你愿意接受心理评估 学校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决定你是否 我还可以继续留下来学习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逞强 要自己来 那我只能建议你 转系 或者退学 如果你什么事情都逞强 要自己来 那我只能建议你 转系 或者退学 小马 系主任真的让你转系 或者退学啊 嗯 怎么会这么严重 你真的要走吗 我才不会就这么走了 我好不容易才考进这个大学的 绝对不能就这么算 嗯 我知道你不想说 但我真的太好奇了 你到底为什么非得要来这里啊 你肯定不是为了什么 白衣天使的伟大理想了 难道你是因为 陆小满 你被开除了 哎呀 哎呀 你才要被开除了呢 展岳 你就是个喇叭筋转世吧 我不是担心你吗 我告诉你了 你晕血 你不能考虑学员 你非得为了你输 展岳 你试近头啊 走吧 我们去那边吧 走了 看什么呀 别看了 展岳 你先回去吧 姚拉要来 一会儿你们两个又该吵起来了 哎 凭什么她来我叫走啊 我偏不 小满 姚拉 你来了 吃姚拉同学 不是自己没有学校吗 总来我们学校 我怎么不能来你们学校了 我又不是来找你 这是我们学校 你成功了 我 好了 姚拉 你这么着急 到底找我什么事啊 小满 我听说你要被开除了 你们两个虽然一见面就吵架 没想到 还挺有默契的 啊 默契 我跟她 跟她有什么默契 没关系 这学校我又没成包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是不是出门被狗咬了 染了狂犬病 那么狂躁 我是被你咬 你 你们两个又开始了 好了 好了 咱俩先闭卖好吧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小满说 到底什么事啊 我决定了 我放弃阻碍了 我都让给你了 是 什么意思啊 小满 其实之前我对你的感情 挺复杂的 一方面 我有一点点小嫉妒你 另外一方面 我也挺羡慕你 佩服你的 其实 咱俩以前的成绩半斤八了 我还能比你好点呢 可是 你可以用一年的时间 追上左岸的步伐 考上同一所学校 同一个专业 我就做不到 可我又不想认输 所以我就安慰自己 就算我可以付出同样的努力 我也不会去这么做 因为我喜欢的是跳舞 有了 可是 今天我才知道 你明明不能学医的 可还是来了 这个 我就真的做不到了 你对左岸的感情 真的超出我太多太多 所以我只放心 把左岸交给你 有了 小马 小马 你放心 左岸就是你的 因为你值得 嗯 你俩有病吗 说得舒呆子 好像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一样 但弄什么呢 你这根脚屎棍 能不能不交易 不要这么破坏气氛 我是提醒你们俩 别做白日梦 这不是白日梦 小满这么真诚 总有一天会打动作案的 书呆在这儿让你承包了 你 对 我不能放弃 我都已经走到这儿了 绝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看一眼 就看一眼下车 你这光 微笑在尽头中 不小心 风吹 皱了眉头 我们一起 踮脚成几手 静静着 躲进太阳 雨里不走 像坠落的 不共银漂浮着 在风雨之中 掉了 像一个 从天空来的旅客 落下了 就安家了 太阳雨在下着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别怀疑生命中的 每一次抉择 太多余了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把昨天的曲折 把不安的忐忑 全都收好了 让笑容盛开着 太阳雨时 短短的 太阳雨在下着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别怀疑生命中的 每一次抉择 太多虑了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什么